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空中摄影的经验 让我对台湾的环境非常熟悉 有的时候从一个抽离地面 到一个不同高度 在看我们自己家园 看我们土地的时候 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不用太多的言语的介绍或解释 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齐柏林 台湾是我的家 我从空中记录这个美丽的家园 就像和他谈了一场恋爱 这是我的福利可感动时刻 台湾是一个海岛性的一个地区 它不像在像美国啊 像一些大陆型气候 然后都可以很晴朗的天气 所以我每天都在等天气 空中摄影就是花在等待的时间非常多 这种有时候会让你的那种拍摄的动力 经常会被浇息 明明有个好的机会不能飞 明明可以飞了天气又不好 可是每次放弃一次拍摄 你就马上就会后悔 因为那样的机会能不能够再次出现 就很困难 不一定 但是我经常只有二十多年来 我经常在这种懊悔过程中度过 所以这个很痛苦 空中摄影为了要拍一个空拍 其实非常痛苦 飞台湾高山的时候呢 却是我最敬畏的一种飞行任务 因为台湾的高山地形很复杂 所以它的气流又相对的非常温乱 那我们经常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会遭遇到不同的乱流 飞机有时候上下落差的那种起伏 或者是左右摇晃的那种震荡 在拍摄过程中 纵使了好多次碰到那种不稳定的气流 纵使心情会有点恐惧 但是每次当你看你拍下来的画面 然后是那么精彩 其实你就忘了那些害怕 隔天如果还有机会 又继续上飞机了 那我觉得最印象深刻 就是对天然灾害的记录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可是因为从921地震之后 我们历经了非常多的天灾 这些天灾 有的是台风 有的是梅雨 都造成我们很多的严重的土石摊坊 土石崩摊 道路中断 其实有时候看到 这种被天然灾害摧残的景象 其实心里面会很难过 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土地 我们的家园 看见台湾只是在我电影拍摄计划的一个过程而已 其实我最一直期许我自己的 我还是一个空中摄影师 我想不断地记录台湾 从高空记录台湾土地的变化 跟过程 所以从高空鸟看 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记录 只是说因为我们刚好在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呈现一个作品出来 那我希望可以持续地记录台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